刘邦和项羽打了四年的楚汉战争之后,终于从一个穷小的飞上之头当了凤凰,建立了自己的大汉王朝。 刘邦自己或许都没有想到,自己亲手创立的王朝在历史上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,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被灭亡在了一个农民手里,而刘邦也开始沾沾自喜起来,消灭了秦朝,打败了项羽,他没法不骄傲,但是人最膨胀的时候,就是自己最危险的时候,在对内战争获得了系列胜利之后, 刘邦准备开始发动对外战争,消灭北方的匈奴,匈奴在秦朝的时候就比较猖狂,经常侵扰边界,搞得中原王朝鸡犬不宁,在刘邦看来,自己称帝,吓唬吓唬这位爱闹事的小兄弟也就行了。 但是没想到刘邦自己差点死在了匈奴手里,白灯之伪让刘邦彻底明白了自己还不是匈奴的对手,七天七夜的围困,将刘邦吓破了他。 死后,刘邦再也不敢对匈奴发动战争,而和亲政策成了刘邦求得自保的主要手段。 和亲政策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,提到汉朝的和亲,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,那就是王昭君。 此人被称作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,当年被选进宫的时候,就是因为不花钱贿赂画师,结果画师在他的嘴角多点了一颗纸,被汉原地冷落多年,直到和亲的时候,才发现王昭君竟然如此美丽。 可惜为时已晚,大家都知道昭君出赛的故事,但是王昭君嫁到匈奴后的故事,可能很少被人知晓,当时匈奴内部也非常不稳定。 老蝉鱼死后,几个儿子纷纷内斗,其中有一个,也就是后来的哭寒邪蝉鱼,就准备和汉朝联手,一起消灭其他的分裂势力。 呼寒邪蝉鱼这人也确实不错,在大汉的几年里,汉朝统治者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,他回到了匈奴之后,也开始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维护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友谊,等到呼寒邪蝉鱼第三次来到汉朝的时候,他就想和汉朝亲上加亲,希望得到汉原地的公主当老婆, 汉原地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去那种地方受罪。 此时备受冷落的王朝军主动提出自己要去和亲,汉原地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 其实王朝军是比较有野心的一个女人,因为她当时这么做的原因,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。 当时王朝军备受冷落多年,自知再过几年自己肯定年老色衰,在后宫之内取得权力也不太可能了。 恰好呼寒邪过来提亲,虽然是塞外之地,但是却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究竟怎么选择呢? 却还是不去,最后王朝军一咬牙,去吧,为了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友谊,更多也为了自己的利益,王朝军嫁给哭寒邪蝉鱼之后,哭寒邪蝉鱼对王朝军非常好,还算是挺靠谱的一男人。 但是没想到王朝军刚刚生下了孩子,哭寒邪蝉鱼就一并不起,离开人世了。 然而王朝军的命运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因为按照匈奴的规矩,父亲死了,儿子拥有父亲所有的财产,包括女人。 只要王朝军还活着,他就会像传家的物件一样被随意流转,于是王朝军就这样成了哭寒邪儿子的女人,并且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。 如果到此结局,从此王朝军和新蝉鱼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,这还不算是悲催,悲催的是新蝉鱼没过几年也去世了,而他的弟弟又成了新蝉鱼, 王朝军又变成了新蝉鱼的妻子,可怜咱这位大美女,像护物一样被流转于家族之中,不敢奢望自己的爱情,也不敢奢望自己的幸福。 王朝军本来认为自己最终还能回到大汉王朝,因为毕竟自己在匈奴过得并不幸福,但是由于当时汉朝皇帝和匈奴的关系很好,于是就被皇帝拒绝了。 无论当时王朝军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假道的匈奴,为了国家也好,为了私欲也罢,但是从客观上来讲,王朝军的初赛,确实维护了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友谊,避免了战乱再起,维护了民族和平。 单就这一点来说,他就是当之无愧的金国英雄。